大家好 接下來我來和大家製作分享一道 番茄辣椒炒義大利麵 這個是義大利麵 相信大家也是蠻熟悉的 它的一些配料有 香油麵 這個就是香油加上面粉加進去 下去攪拌烤熟 這個是松子 這個是起司 這個是新鮮的九層塔 我們醫書有提到九層塔 這個九層塔特香 我也蠻喜歡的 這個是洋蔥 這個是蒜香油 好 那我們就去製作這道美味可口的 番茄義大利麵 番茄辣椒義大利麵 我們把這個辣椒 和番茄 豆成細細的末 我們把義大利麵燙起來 備用 好 鍋裡面下點 蒜香油 下洋蔥 下番茄 辣椒 好把它炒拌均勻 好 炒拌均勻 炒香以後 我們加入水 加入義大利麵 炒拌均勻 加點洋蔥 加點白糖 加入起司 把起司一起下下去 好 很漂亮 加入 加入 九層塔 新鮮的九層塔 好 我們用黃油片勾芡 好 非常漂亮 就像這樣 我們再加一點點的香油 很漂亮 好 可以起鍋了 好 起鍋以後 我們 加入松子 撒上一些松子下去 點綴一下 這樣子 這樣子非常漂亮的 番茄辣椒 炒義大利麵 我們就做成了 又溫熱 又好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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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